詞・編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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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okasu 大家好 我來自宜蘭寒溪的不老不落 我的名字叫做寡力微浪 今天來這邊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偏鄉教育的新選擇 通常講到教育跟選擇 我都想要跟大家分享 就是你們從小都會有一個職業 那個職業就是叫做學生 不管是受六年的國民教育 九年的 十二年的國民教育 通常這樣的職業你是沒得選的 你就是要當一個學生 那我也一樣 雖然我出生在一個很特殊的家庭 我的爸爸是一個道地的台北人 我媽媽是一個很傳統的原住民 但是我在高中之前 其實都在台北這個大城市裡面生活著 那我印象很深刻就是 我國中一年級的時候 就被送到一個叫做升學班的環境 那升學班大家也都知道就是 兩天要一個小考 三天會一個大考 那其實我並不是很會讀書的一個孩子 所以那個兩天一小考 三天一大考 很快的就變成兩天被老師打 然後三天被爸爸扁的那種噩夢 那 但其實我還是有上進行的 所以那個時候我就很下定決心 不是好好讀書 是把自己吃胖一點 可能這樣打起來比較不會那麼痛 但很幸運的就是在國中二年級的時候 政府開始提倡一個所謂的記憶班 那記憶班就是把國中一些 對讀書沒有那麼有興趣的 或者是成績不是那麼好的小孩子 可以送到那個高職去學一技之長 那沒錯 沒多久我就被送到了一個叫 道江高職的學校 我去學烹飪 學煮飯 那到那個學校以後 不知道大家對道江商職有沒有認識 她其實是一個女校 所以我到那個學校發現 第一天上課的時候 我身邊都是穿著格子裙 然後隨手服的那種高中姐姐 高職姐姐們 所以從那時候 我的人生開始有一點改變 我開始愛上我這個當學生的職業 我再也沒翹課過了 那每一天都很認真在煮飯 試著想說多煮一點東西 可以吸引這些高職姐姐們注意我 那也因為這樣子 在煮飯中我得到了一點興趣 也得到了一點點所謂的專長 這些專業 那我也透過這個專業 讓我可以不用聯考 保送了開評高中 但是實際上我並沒有去讀開評高中 因為我的爸爸在那個時候非常的開心 因為他覺得說 原本一個可能考不上聯考 考不上高中的一個孩子 竟然可以在這樣子的一個方式 得到他自己的興趣 甚至找到一個他想要讀的學校 所以他很積極的也很努力的 想要把我送到澳洲去讀 讀飯店館裡讀高中讀大學 所以這樣子的話 我就離開了台灣進到了澳洲 可是當下其實並沒有人知道 我產生興趣是因為那些高職姐姐們 當下我自己也不知道 原來去澳洲是要講英文的 你知道嗎 所以我到澳洲了以後 發現說其實是很辛苦的 但我也很努力很努力的 把這個高中的大學的文憑拿回來 那也回到了台灣當兵 然後找一份工作做 但是沒多久呢 我就與我的父親 我們的家人 試著回到媽媽的家鄉 試著去成立一個叫做不老不落的平台 這個是在2004年的時候 那時候我才22歲 那不老不落其實試著在做一件事情 就是把遺忘的土地重新開始種植 重新開始生產 重新帶回它失去的一些價值生命 那也試著把遺忘的文化跟人們 帶回到這個土地上 重新產生新的力量 那時候我22歲 其實我剛到回到部落的時候 我是很懵懂的 很無知所措的很不安的 因為很陌生的嘛 我回到部落裡面 通常都是過年過年才會回去 那回去的時候我發現 不安是因為很多 在我這個同年紀的 在這個村莊裡面是看不到的 因為在我這個年紀的 這個22歲這個年紀的 大部分都已經離開部落了 他們已經到外面去尋找工作去了 那部落它其實是沒什麼工作機會的 可能國中一畢業 他們家庭因素經濟壓力 他就要離開部落去外面找工作 所以我沒有朋友 所以那時候我就 一大早就跟著老一輩的長 長一輩的去田園裡面學種菜 那下午的時候我就到學校裡面 跟著國小的弟弟妹妹 打球啦 教他們電腦啊 教他們英文 那晚上的時候呢 我就跟著老一輩 被他們抓去喝酒 然後就聽他們講那些成年往事 所以沒多久也很可怕的 我就發現說 我的人生在這部落裡面 慢慢進入到所謂的退休狀態 那更可怕的是 不管我在那邊待了多久 在我身邊這些年輕人 或是小朋友們 他們長大了 他還是離開了部落 多 回來部落的很少 那我心裡就一直在尋找一個答案 或是一個解決的方法 看可不可以讓部落年輕人留下來 或者是讓他們回鄉 不然我一個人在部落裡面 其實是很寂寞的喔 那運氣很好的就是在 2009年的時候有一個機會 那時候我在部落已經第五年了 那剛好韓西國小女子足球隊啊 他們受邀到夏威夷參加一個 足球的邀請賽 夏威夷杯 那我會講英文嘛 村莊裡面唯一會講英文的 所以我就被抓去 當這些小女生的 這個翻譯 英文翻譯 那到了那邊的時候 當地還有導遊 那導遊就在那些比賽閒暇之餘 想要帶我們去這個夏威夷逛逛 去看看這些景點 那其中 他就帶我們去到一個叫做 波尼尼西亞文化村的地方 那時候我聽到文化村 我就想說文化村嘛 就好像台灣那種 有很多櫥窗 然後裡面有很多歷史文物嘛 那包括那個導覽的人 也很像歷史文物那種感覺嘛 不然就是有很多雲霄飛車 裡面有很多遊樂設備 吸引很多觀光客 可以寄到文化村來遊玩 但這些遊樂設備 跟文化村的文化又沒有什麼關係嘛 但是我到這個 波尼西亞文化村以後 發現他們沒有雲霄飛車 他們也沒有遊樂設備 他們也沒有那種實氣沉沉的導覽 反而在這文化村裡面 充滿了很多有熱情 有活力的年輕人在那邊工作 那我就很好奇了 我就問那個導遊說 這些年輕人是從哪裡來的 那那個導遊跟我說 原來在這個文化村工作的年輕人 是來自文化村隔壁有一個叫做 楊百漢大學的一個地方 那這些學生呢 早上在這個學校大學裡面上課 下午的時候他們到這個文化村工作 那在這文化村裡面有很多的 這個部落裡面的酋長 那這些酋長呢 是當地的一些騎勞 或是在那個大學 隔壁那大學的教授 退休的教授或者是老師 那帶領這些年輕人在做活動 在做表演的這些組長 可能是在這個大學裡面 畢業的一些學長 那這個文化村真正成立的用意 又更特別 他真的這個文化村成立的用意 是因為當初這些波尼西亞族群 這些島嶼的這些原住民學生 他想要到夏威夷大學讀書的時候 其實他少沒有很足夠的學費 或者是他並沒有一個豐富的 豐富的豐富的家庭環境 所以變成說楊百漢大學 讓這個文化村設立在旁邊 讓這些學生的時候可以邊工作邊讀書 然後用學以致用的方式 來完成他的大學學業 那我聽到的時候覺得說 好像看到人生的一道曙光 這道曙光好像可以帶領 帶領我們的部落走往那個方向去 所以在那時候心中就默默的 埋了這顆種子在那裡 很幸運的是在2013年 大家如果熟悉的話 一個岩長壽岩老師 他到了不老部落的餐廳用餐吃飯 那時候我就想說 這個心中的種子好像有機會可以發芽了 我就鼓起勇氣 喝了大概六大杯的小米酒 走到他的身邊 我就說想跟岩老師分享我的想法 他聽完以後 他其實是很認同的 所以在童年 他很積極的也很努力的 把我送回到楊百害大學 當一個大學生 然後把我送到 破年一下文化村當個間諜 所以我 我那時候31歲了 我重新回到大學生 其實是一個蠻可怕的一件事情 但在那邊 雖然短短的一年 但是我心裡就一直在追求說 追求一個解答 怎麼樣讓部落的年輕人 可以留下或或者回鄉 在那邊一年的時候 各式各樣的工作 我都要參與 當個大學生 到文化村裡面當一個員工 跟他們一起表演 跟他們一起活動 有一天 我遇到文化村的總裁 我就想說跟著總裁問問看 我就問總裁說 總裁 你們在這個大學裡面讀書的 在這邊工作的 他說他畢業了以後 真正回鄉的 或是真正繼續留在文化村裡面的 年輕人大概佔多少 他跟我講一個數字很驚訝 他說兩成 我想說兩成 你們都這麼努力的 才兩成留下來 那我怎麼辦 他就繼續跟著我講 他說你不要擔心 他講了一句話 讓我印象很深刻 他說這些會離開的年輕人 其實都是為了要回家 那我們在他離開之前 其實給予他更好的教育 讓他更有更好的一技之長 當他離開了這邊 他是一個健全的種子 他可以到外面吸取更多的精華 那他可以成為一個茁壯的大叔 再回來再延續下去 他講完這番話的時候 我好像恍然大悟喔 這跟我小時候的故事有點像喔 我有一個穩定的家庭 供我讀書求學 那我在求學的過程中找到了自己的興趣 那學到了一點點專長 有一點點專長了以後 我帶回到部落來 我才有這樣子的想法 所以一直以來 其實我一直在追求所謂的 部落留下或是回鄉的年輕人 但是我卻一直忽略說 到底部落有什麼條件 有什麼能力去提供給這些年輕人 讓他們有回鄉跟留下的意願 也許先從一份穩定的工作先開始吧 如果我們在部落裡面 可以提供一份穩定的工作的話 這些年輕人願意留在自己的部落裡面 站在自己的土地上講自己的故事 他們會更驕傲 他們會更有自信 他們更不會害怕 那他會喜歡這份工作 當他喜歡這份工作的時候呢 那我們就可以讓他穩定 他也會穩定 當他穩定了以後 我們再給予更好的教育機會 那更好的教育機會 讓他學以自用 讓他在這邊邊工作邊讀書 學中作 做中學 他可能會得到更多的專業 當他得到工作 得到他專業的時候 他發現工作的這些事情是有趣的 當他得到工作是有趣的時候呢 他就會想要多去學 這學習的能力就更多了 所以學以自用 從做中學學中作得到專業 都是希望讓他們變為一個更健全的種子 當他成為更健全的種子 不管他要去哪裡到哪裡 他也可以成為一個茁壯的大叔 再繼續延續再繼續分享 甚至去領導更多這樣子的一個精神 所以把部落變成一個種子的培育所 一個活水池 其實才能真正改變 部落是一個收留所的環境 所以在部老部落三年前 我們成立了這個部老部落園跟職校 就是希望堅持這樣的一個教育的新選擇 讓部落年輕人有不一樣的選擇 讓他們從一份穩定的職業先開始 活給予更好的教育機會 獲取更多的專業 再以分享的精神來完成他的職業 那我今年36了 在部落今年也是第14年了 也是自從我成立了這個園跟職校以後 我也才發現真正人生的職業是什麼 但是這個職業還在努力完成著 因為其實部老部落這個園跟職校的模式 有幾點是很幸福的 第一點就是我們有一個 像部老部落這樣的一個平台 可以給我們固定的工作固定的收入 第二點就是我們有固定的客人來訪 來這邊用餐吃飯 所以我們可以從各客人上 得到一些教育的資源 譬如說今天來的客人 他是會畫畫的 我們去誘拐他來當我們的美術老師 他如果一個大哥他很會會計的 我們就誘拐他來當我們的數學老師 那些無法誘拐的我們就把他灌贅 逼他們寫合約留下來這樣子 但是這個東西如果你要分享到 其他的偏鄉部落去的話 可能會有很多的困難點 那可能最大的困難點就是 教育資源這一塊 所以目前開始我們在與 Teach2這個團隊喔 試著去做一個網路平台 這個網路平台就有點像 教育版的AMBNB AMBNB就是把 如果你房間有個空房間 你的房子裡面有個空房間的話 你可以成為一個房間 那如果你需要一個方便的便宜的住宿 你可以透過這個網路平台 解決你住宿的問題 所以如果我們有一個教育界的AMBNB的話 我們可以把想分享專業的老師 透過這個網路平台 無界線的無國際的分享他的專業 那想要學取專業的這些學生呢 可以透過這個網路平台 獲取更多的教育資源 也許我們就能翻轉 偏鄉教育的一些資源不足的問題 獲得更好的一個選擇喔 那接下來有一分鐘 由Teach2團隊他們製作的一個小小的短片 來分享他們的一些理念 It is one thing to manufacture a product to a particular specification But can this system when applied to people sustain itself into the future? In an ever-changing world How do we know what's right for a generation? For a child? For us? Organizations are shifting from top-down to bottom-up So why not do the same for learning? Unrestrained, decentralized, and self-organized Structured on user feedback Rewarded by teacher effort and capacity Though we can't anticipate the future We believe if you follow your curiosity The future will be quite different from what we imagined Steve Jobs once said You cannot connect the dots looking forward You can only connect them looking backwards Trust in something Because that will make all the difference Thank you 最後 很多人來到不老部落都會問我說 真的住在不老部落會長生不老嗎 其實在我心裡面喔 我覺得長生不老不是一種解藥 當你吃了以後會生的長生不老 長生不老其實是一種 我們所堅持的一種精神 那這種精神可以帶領我們下一代 過得更好 甚至讓他們再繼續傳承下去 一種high-five的精神 那這才是真的長生不老 謝謝大家 我來自宜蘭韓西的不老部落 我們只要寡力提到 謝謝